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少女失踪案》的故事 大雪茫茫覆盖了丘陵 一名猎人出现在迷雾之中 一声枪响,远处的狼倒在血泊中 猎人经验丰富,技术老链,下手,温准狠 兰伯特是风和谷的动物管理员 专门负责野生保护区 没日没夜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枯燥而又烦闷 唯一能让他快乐点的就是和小儿子凯西一曲起大猎 他对儿子的教育十分的严苛 枪绝对不能对准人 这也是教育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猎人 时刻都要记得枪的危险性 自己要做的不是为了捕杀动物的猎人 而是守护保护区里的动物的猎人 父子两个人在这片守护区快乐地玩耍生活 夜幕降临,保护区的夜晚并不十分安全 再加上暴风即将来临 父子两个很快就回到住处 兰伯特和凯西的外公一起去寻瞻 查看那只被狮子袭击的牛 寻着脚印他们看到一只血液干咳倒在地上的牛 兰伯特去着雪橇进入山林深处 他去寻找狮子的东西 他看着雪橇进入山林深处 看到地上的雪迹 雪白的地上红色的鲜血格外的现眼 兰伯特寻着红色的雪迹望去 他发现一个蓝色的少女 少女僵直地躺在雪地上 身上的衣服是凌乱的 他一动一动没有呼吸 任凭风雪的吹打 嘴角溜着的雪早已冻住 模样十分的气散 究竟是谁将这个妙龄少女丢在了这里 又将她惨遭毒手 无论是谁 这个手法都过于残忍和冷漠 没有一丝的怜悯 风暴如泣而至 这样的鬼天气对于警察查案来说十分的不利 上级部门十分注重这件事情 派来联邦调查院班纳 班纳对于工作也是十分的认真 只是他没有做好预寒工作就来到这里 这让兰伯特他们有些不满 班纳经过全副武装之后 和兰伯特来到案发现场 此证明叫纳塔利 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经过班纳仔细勘察 他初步判断只属于谋杀 首先他要弄清楚的是 为什么这个少女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显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根据现场状况 纳塔利在受伤之后 拼命地逃跑 最后在这里倒下 他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困境 遭到了谁的攻击 让他不顾一切地赤脚奔跑 又因为在奔跑中吸入大量的冷空气 而不停地磕血 最终因为没有救助 在孤独和渠望中死去 纳塔利的死去 她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毕竟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艾米丽 她们都很年轻 却都在美好的年岁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报告显示 纳塔利身上有多出动伤 生前曾遭到多次强暴 而致使她致命的原因 是因为吸入大量的冷空气 肺部小气囊爆裂 肺部积血过多 在低温作用下 肺部积血凝固 最终导致死亡 这起案件在法医那里 不定位为谋杀案 这让班纳非常愤怒 这么惨烈的案件 都不是谋杀案 与此同时 若不是谋杀案的班纳 就不能留在这里了 班纳还着愤怒之情 想要赶快查清楚这件事情 她来到被害者的家里 寻被害者的一切情况 更是有些埋怨被害者的父母 为什么不好好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 其实父母不是不爱孩子 他们更多的是尊重女儿的选择 尽量不去打扰她的生活 面对女儿的死去 他们也很难过 母亲甚至用自残的方式 来缓解自己内心的忧伤 兰伯特更能理解家属心里的这些痛处 因为她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面对家人的离去 人们都没有办法接受 在悲痛中度过了每一天 悲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消亡 她会不断地在自己的心里刻画伤疤 接受了他们的离去 并不代表自己遗忘 反而感觉 她与自己的心灵紧紧地相连 可以感知到她的一切 会记起她给自己带来的所有的爱 会记起她成长的点点滴滴 她的快乐和难过 这是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唯一的办法 事者亦以生者如斯 当下要珍惜眼前人 被害者纳塔利还有一个弟弟 要把更多的爱带给她 可被害者的父亲早已经对这个孩子失望透顶 她整天与一介男孩子鬼混在一起 早已经离开家里独自在外面生活 日子越来越艰难 往后的生活没了方向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能督促他们活下去 就是找出真正的凶手 在连旁调查员调查期间 兰伯特成为她的引路人 让她不在风雪中迷失方向 他们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纳塔利的弟弟 一个萎靡不振的隐君子 这个家伙除了不干好事 任何坏事都做 她的摄友还敢公然袭击警察 结果被班纳击毙 纳塔利的傻弟弟齐普 还不知道自己的姐姐已经惨遭毒手 班纳从齐普口中得知 案发当天 纳塔利正和一个白人在一起 那个白人会不会就是案件的突破口 天真的班纳觉得齐普 看到自己的姐姐尸体会出出白人的名字 但经验安良到的兰伯特可不这样认为 她很早就观察到雪地上留下的单程雪钞痕迹 寻着雪橇留下的踪迹寻找线索 重要线索没有发现 却感受到来自风雪地区的绝望 在这里遵循着最原始的生存法则 物净天则 优胜略态 动物尸体腐败的气味 引来了鸟类的着实 他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纳塔利的弟弟齐普 而齐普也一心想要过监狱生活 此刻不肯透露出有关案件的信息 兰伯特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 他不能看着他侮辱歧途 却不予于任何的帮助 生活是不易的 但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选择 无论什么时候 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 都不应该选择一条不归路 那样只会让自己的生活更为糟糕 最终齐普说出那个白人的事情 纳塔利很爱那个人 爱总是让人变得很傻 在爱情里面迷失自我 纳塔利的男朋友 是一个和兰普特差不多大的中年大叔 他在一个钻井点工作 名叫马特 兰伯特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警察 是因为他也曾经失去过女儿 不想再让自己的好朋友 再次遭受这样不门不败的痛苦 夜晚 班纳来到兰伯特的公寓商讨案情 班纳看到兰伯特的女儿的照片 很是好奇 因为他来到小镇这么长时间 从未见过他女儿 兰伯特给他讲起自己女儿 艾米莉的故事 一切都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 他们那时都在山上 那个时候的女儿只有16岁 而凯西只有5岁 他们平时都不在家 女儿要负责照顾弟弟 那晚 艾米莉在家开了一个小型派对 或许是父母不在家的消息传了出去 派对上来了一群不促之客 悲剧发生了 第二天 他们接到艾米莉失踪的消息 后来艾米莉的尸体 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发现 他们不知道 孩子在最后的时光 经历了怎样的折磨 因为他的尸体 已经被狼群撕碎吞食 他很自责 没有照顾好女儿 因为自己的一次疏忽 让他永远离开自己 他加烧过一千种 一万种可能 如果那天我在他的身边 他就可以免遭危险 但这 只是如果 他永远都回不来了 余生 女儿会好好地活在他的脑海里 那里全是美好的回忆 直到逝去都不会忘记 年轻的班纳还没有子女 但他也明白了 兰博特那种心情 理解了他所爱的一切 他一定会将案件查了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一大早 警察们就前往马特的家中进行搜查 而兰博特划着雪橇 从另一条路出发 他在山坡上发现了狮子的脚印 寻着脚印找到狮子的踪迹 此时警察也赶到钻井点 但得到的消息是 马特三天前就已经离开了 兰博特寻着脚印 找到三只狮子的藏身洞穴 但让他更加惊奇的 不是狮子 而是出现在狮子洞旁边的雪橇留下的痕迹 这痕迹直指钻井点 兰博特从这个角度 能清楚地看到班纳警官他们 而警官们也有了重大发现 一名钻井工人有一口误 暴露了自己知道内情的事实 警察和钻井工人发生了冲突 双方持枪对峙开始火兵 最后在班纳的劝说下才制止了冲突 他们跟着工作人员找到马特的住处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那一天拿他利来找马特 像所有情侣一样 他们度过了开心的一晚 他们两个人都以为所有人都不会回来 但没有想到的是 马特的工友都喝醉并回来了 马特的工友对拿他利的骚扰 让马特十分生气 双拳男敌四手 恶虎还怕群狼 马特他们根本就不是罪鬼的对手 两个人双双被打倒 而拿他利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施暴 马特牵住着这帮恶人 拿他利匆匆的出逃 警察想要敲开马特的房门遭到了袭击 马特的室友们感到事情已经败留 来了个狗急跳墙 率先火攻 班纳被击倒在地 警察不敌匪徒 全军覆没 好在警方还有一个边外人员 兰伯特 关键时刻 兰伯特从远处瞄准他们 将匪徒解决 救下了班纳 他带着班纳稍作安顿后 前去追赶逃跑的匪徒 身受重装的匪徒 很快就被兰伯特火捉 兰伯特将他们带到山丘上 脱下他的鞋子 让他饱受冰冻之苦 让他承认自己犯下的过错 兰伯特也信守承诺 他承认了错误就放了他 兰伯特要让他也承受 拿他利所承受的痛苦 从算经典赤脚奔跑六英里 直至筋疲力尽 吐血而亡 要让他记住这种刻苦铭心的痛苦 兰伯特就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 看着那个人为了活命 而拼命奔跑的丑态 要让他感受拿他利所受过的 孤寂和绝望 在他体力不知 吐血倒地之后 兰伯特离开了 只有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才能让他心有些许的安慰 在医院里面 他看到了苏醒的班纳警官 正是班纳的勇敢 不放弃 才能让案件最终得以水落石出 而班纳能活下来 凭借的不是运气 偏抗他自己的善良和勇敢 是他自己救了自己 真凶得到了惩戒 兰伯特到拿他利的家里 去寻找自己的好友马丁 可是他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马丁的踪迹 无意之见 他透过窗户看见了 脸上涂满死亡采幼的马丁 坐在秋千旁 他们都经历过丧女之痛 两个伤心的人坐在一起 互足挨长 女儿的离去 让马丁失去了生活的支撑 何在他还有一个儿子 奇谱 给了他能够活下去的勇气 还有他的好朋友兰伯特 一直陪在他身边 才让他逐渐放弃了死亡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 猎凶河谷 一个少女的失踪 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 对女儿深沉的爱 电影中的某些情节 至今都让我们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 更可怕的是 这部电影是由真实世界改编的 这部电影让我们不海而栗 风河谷 拥有美丽和敬意 但同样也是犯罪率高发的地区 它的存在 击碎了文明的里程碑 更是一块 人们不愿提起的伤疤 现实中的女孩 和纳达丽的死如出一辙 人们在这里艰难地生存 在毫无生机的地方 日复一日 完全看不到希望 人们开始抱怨这样的生活 训酒 多瓦 过着尽君子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 拿她的一样的女孩遭遇 成了必然 她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环境如果不足够改变 这样的事情 就会周而复始 再次发生 风河谷 孕育着绝望 这里的白色地狱般的生活 什么时候射头 没有人知道答案 人们只能日复一日地 去承受这种痛苦 这是一部值得人深思的电影 老油条 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次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